民婚是台湾传统习俗之一 很多人或许有听过长辈告知 路旁的红包带表姐 而有网友就分享了 在校园当中呢 出现了这个民婚专家的广告 上头写着 可以协助有缘人娶到老婆 甚至还放上了电话 欢迎大家询问 但我们的记者 实际打电话过去 是一家礼仪公司 业者无奈表示说 根本没有提供这项服务 是遭到民众恶搞 电影里随地乱捡红包带 被逼得得民婚 办搞笑剧情 被搬到现实生活里 却让人笑不出来 大学校园被到处张贴宣传单 内容看得让人毛毛的 说是民婚专家 提供民婚服务 协助有缘人 娶到鬼老婆 还直接公开电话号码 欢迎大家询问 既然对方都不怕被问 我们就实际打电话问问看 没想到对方却有苦难言 只是究竟民婚 有没有所谓的民婚专家 询问民俗专家来解惑 专家表示 现在已经不流行丢红包 而是会请没人帮忙洽谈 以建计筹 价码月落在 一万二到两万元左右 帮你谈到成为止 已经开始用没人在谈了 因为用丢红包 丢什么人会怕 跟我们正常的没人去谈 就是嫁妆啊 什么呀 因为我女友要求 我要给她多少嫁妆 这样 只是律师也提醒 此案例已经出法 因为大大造成他人困扰 别把玩笑当有趣 记得台北众号报道 年初有好几波寒流来袭 造成了冬瓜的产期延后 还有产量锐减 产地价从原本的一公斤七元 上涨到了二十元左右 而高雄就有嫌犯开着名车 找了同伙一起偷冬瓜 打算要变卖这二十四条冬瓜 来偿还车带 但是呢 在逃逸的过程当中 因为行机可疑 被警方盯上 狼狈落网 照到警方拦查 直接男子深情紧张 原来少早前 男子找来工人 一起偷冬瓜 而另一头工人则不断打电话 尽管时口否认自己偷冬瓜 但一打开汽车后车厢 工人可就百口莫辩 整个后车厢 全塞进满满的冬瓜 远景当场仍当巨货 事发在17号凌晨 高雄甲仙区保龙大桥 原来少早前 邓姓兵士车驾驶 伙同失信工人 来到附近冬瓜田 偷窃24条冬瓜 并由主嫌帮忙把风 就在得手离开时 因为行机可疑 被警方盯上 尽管盘查当下 两人正正有词说 冬瓜是循正常管道购买 但经过查访 当场被刮农打脸 黄线地主表示 并没有卖冬瓜 给邓嫌以及失嫌等二人 全案一切刀罪嫌 据了解 涉到年初几波寒流侵袭 冬瓜产期延后 产量锐减 产地价也从原本 一公斤七块钱 涨了快三倍 来到二十块左右 这回主嫌花了一千五百块 请工人载运24条 偷来冬瓜 准备卖钱偿还车贷 如今偷窃不成 只能说贼心改败 接下来高雄重报道 国防部进来研议调整 俗身踢正部的正部分裂式 加强战术备带运用 但是训练的影片一PO出 遭到部分的网友质疑说 跟中国人民解放军 踢正部的动作好上 对此国防部驳斥 强调国军踢正部 没有模仿解放军 更强调了这个正部 是国军基本教练项目之一 目的在于训练官兵 熟悉军事动作 养成严肃军警 居校生练习踢正部 是国防部研议调整的 新式正部 但影片一出 却遭网友质疑 跟中共解放军的踢正部 很雷同 批评是连敌人都不了解吗 为何跟解放军的这么像 但也有人认为 这还好有利于养成军纪 会有这争论 关键就在这高持枪的动作 总规模约1.5万人 但专家分析 这是国军配合 踢9一步枪战斗各装等 新式装备配发 正部分裂式才需要有所调整 目的就是在训练官兵 熟悉军事动作 养成军纪严肃 精神巩固 意志坚定的一个部队 网络上所传说 正部的走法是模仿共军 并不是事实 国防部也严正否认 国军模仿解放军 踢正部 除了配合形式装备 跟国情文化也有关 踢正部的这种形式 应该全世界都有 所以也应该没有所谓 谁学习谁的问题 踢正部方式各国大不同 虽然目标也自有考量 接下来旅行员 越南台报道 不少驾驶开进了雪山隧道 最怕的就是遇上归宿车 因为在隧道当中 是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的 要是一台车慢了下来 这个后头车辆 通通会被堵住 那么国道警察局呢 就公布了归宿车的画面 并指出了 这个路段 速线是70公里 但是这台车的车速 只有45公里 是低于了血碎规定 最低速线以下 再加上的前方 没有任何车辆 这样子的行为 让后方驾驶 非常的崩溃 国道警察也因此寄出法弹 开进全台最长的公路隧道 雪山隧道 不少驾驶最怕的 就是遇上乌龟车 因为不仅自己开得慢 后方车辆更被堵到天荒地老 让赶时间的民众好崩溃 你干脆不要出门 心里在飙脏话 明明限速就那么高 为什么要开那么低 前面又不是说没有 前面又不是说有车 雪山隧道总长将近13公里 加上隧道内 不能任意变换车道 若一台车慢下来 后面全被挡住 国道公路警察局 就公开归宿车的画面 PO出这张照片 只说比补班补课 更厌世的是 归宿车挡在你前面 瞧瞧这路段 明明最低限速70公里 而且前方完全没有车 这台车车速 却只有45公里 国道警察只好寄出罚单 还说真的只能代替月亮 处罚你了 国道警察指出 今年来每个月 大约有20件 因归宿被取缔的案件 因此特别加强宣导 希望民众保持适当车速 让大家在雪碎 都能一路顺畅 记得宜然综合报道